再一次的從這個走廊走出門 這也可能是最後一天這麼做了呢 沒有啦應該是倒數第二天啦 但是明天的話就真的是為了出國走出去了 沒有錯最後一天的Snapdragon Summit行程 明天的話就真的是沒有任何的活動了 倒數就是起了個大早然後就直接趕去機場了 9點40幾分的飛機啊各位 所以我們就把握今天最後的時光 來看看高通又會端出什麼東西來吧 好現在是中場休息時間 剛才主要就是進行一些對談啦 主題就是AI那些的 然後有些人看到這個畫面應該會超級羨慕的 就是我們的休息區都有這些 Starbucks的咖啡隨便你喝 還有Starbucks排的熱開水 但是我是不喝咖啡的人啊 所以我看到這些完全無感 我比較喜歡喝飛在快樂水 所以我也要拿一罐走了 好總之各位看到這個地方就是跑分了 有兩台 那這個地方它是在跑Cinebench 2024 應該是說這台是跑啦 然後右邊這台已經跑完了 那它這邊有兩台Prototype 一個就是Config B 一個是Config A 兩台不太一樣 因為它們的功耗設定的不一樣 Config A的話它的功耗是比較高的 所以效能會比較好 那Config B的話就是針對那些比較低功耗的電腦 那Config B這台電腦的分數是996分 剛才是台的Config A其實有跑完了啦 大概是1600多分 那其實光是功耗比較低的Config B呢 它的單核成績也已經很恐怖了 超越M1 Max 至於多核的成績嘛 它這邊寫是高於R75800X 也是很恐怖 好 然後這一組是基於Linux系統的Geekbench跑分 所以這一顆SOC也是可以運行Linux系統的 不意外啦 好的 跑分環節結束 現在剩下大概15分鐘的時間就要吃午餐了啦 就在附近逛一下好了 對 往這個方向走 前幾天都沒有好好的去看這台車 就花大概3分鐘的時間體驗一下才不自由吧 就像是一個陣燈的 在這台車子裡的起床 在這裡的酒店裡 就像是一個陣燈 這台車子裡面的酒店裡 就像是一個陣燈 這裡的東西 你會在這裡 那邊的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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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各位听不听得到啦 但是外面的音乐越来越大声了 現在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59分 等一下就要5点了 那5点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到外面的那个海滩边去吃晚餐了 其实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啦 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不在这边才对 我们高通的晚餐应该是在更前面 那虽然这些风景各位应该也已经看到快烂了啦 但是各位应该也能感觉到这个气氛 每一次都会不太一样吧 这样这次就是真的要结束了啦 高通的活动基本上也都没了 各位可以把这些晚餐当作是那种 李牧师的感觉 就是也有那种仪式感啦 ok 所以我刚刚听到的音乐是从后面出来的 我就是从这边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整个会场也还是很热闹的 就行吧 你不再看这些地面 我们下一个棉台 终于val到此 那我们终于龙面的地方 就能调整哪些还没了 就像家里面调整个人 在本地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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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一樣了 高通每一年都在貿易島舉辦的 然後我也不確定每一年 是不是也是像這樣那麼盛大啦 只是對 身為第一次來這邊的創作者 我真的覺得很印象深刻 也會抱著一種 真的有滿滿收穫的感覺 回家 Hek ali Aloha resolad Kalaka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好的,下微型就这样结束了 也意味着今年的出国Vlog 全部都连载完啦 只是这次每次出国都有超级不一样的体验 从一开始单纯出去玩 到后面工作玩乐兼具 接着是比较单纯的出差产内容 然后你看这次 比起出差真的比较像大学生在上课啊 就是都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时间到了就去那里吸收一些内容 但也真的收获良多啦 觉得高通他们都超工心的去安排这些的 而且巧妙结合了贸易岛的民族风情这样 总之接下来一年 就是相继体验高通真实力的时候啦 从手机平板笔电到各个装置 经过这次的生物了解之后 内心真的又多了几份期待了 那这几集看下来 各位最期待高通的哪个新东西呢 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